a Aí 哈囉,大家好 我是sky呀 我想大家應該不太陌生 那我部落格叫做跟著靈隊環 之前一直有人在說 我可以分享一下寫部落格十幾年的經驗 以及我們在當行銷的時候 我们会去筛选什么样的部落客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 什么样叫做好的部落客 那其实好的部落客这个定义其实它有点笼统 那说简单也很简单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部落客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角度的话是由我们业者 就是可能厂商 厂商要找的部落客一定是对它有帮助 可能去显得很好或者产品的特色 那第二个角度呢当然就是部落客本身 你怎么去看待接案的这种事情 就说我希望忠实呈现 你东西给我怎样我就写怎样 诶听起来很合理好像也没有错 但是像这个过程又好像有点奇怪的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说明 那第三个角度呢是消费者的角度 消费者说诶你要告诉我真实的事情啊 东西到底好不好贵不贵 你觉得有没有价值啊 所以这是消费者他希望你来呈现的角度 那部落客到底是应该倾向于厂商行销公司 还是坚持自己的本心 又或者是消费者喜欢什么东西 我们就写他们喜欢的东西 如果他们喜欢听一些案 你去讲他不好 或是讲谁好 或是一些什么讲 新三色的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又是你想要写的东西 所以在这三个角度中间 你要去取得一个平衡 或是找到最真实的力 那你就是写夜主要的赚钱吗 这是一个手法 这是一个是写你自己爽的 钱不一定赚得到很多 或是写消费者想知道的 想看的 完美的 或是比较实心 时事流行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赚到消费者的 我们讲的就是流量 赚到他们的广告费 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之中 去取得一个 什么叫好的部落客的定义 他就有点很难去定位 所以应该是说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部落客 那其实如果你去市场看 你会发现其实 部落客这件事情 能在市场上 写待过五年以上 甚至十年以上的冷 通常都是属于 要倾向在这三个角色中间 抓到一个平衡的 而抓不到平衡的 大概五年内就会挂掉 因为消费者就跟你讲说 你都收了钱 再难吃的东西都说好吃 收了钱再烂的东西都说好 所以就是因为他在 业者这一个区块主动太多的意义 就放弃了你的观众 那你在放弃你的观众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没有办法得到 铁粉这件事情 所以说赚钱是一回事 但如果你无法培养你的铁粉 那其实你就很难去掌握到另外一个区块 所以说一般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会建议 部落客 因为很多新手的部落客 他们竟然的初衷不太一样 像我们竟然的初衷是 我们就是记录我们曾经吃过的 玩过的 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们做中的赛是 生活的分享 但有的人喜欢的是 我用部落客 这是我的鞋杠 我想要在这边赚钱 所以当你的目的不同的时候 你的倾向就会有所改变 可是如果你希望在 部落客 或是网红这一条路上 走得很长很远 甚至在未来 你真的去分享一些好的东西 那你又可以拿到好的价格的时候 你又希望分享给你的 网友 粉丝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们也买到他们喜欢的 你也可以从中赚到一些所谓的 佣金 毛利 都OK 这是 业者开心 卖东西 那你也开心 你也赚到分论 消费者也开心 他买到比市场更别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一个未来的 一个比较常态的一个走法 那如果呢 你在短期内 赚到广告公司的钱 什么都说好 那你从后面到这一块 到导购消费 甚至到铁粉这一块 你就不会有出现 所以一般我们在写部落客 这一块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 像我们会去写 假设我已经写了一篇夜配 好 我可能会补个 两篇到四篇 不得的 自己消费的文章 或是他不是任何的 所谓的商业性的文章 好 不要让下辈子觉得说 哎呀 你写的文章 你的部落格 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业配文 你的部落格 如果从头到尾 都是业配文 那基本上 你也不会有什么铁粉啊 你也不会有一些 忠实的粉丝 因为你都是被妖狗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发现 有些部落格 为什么他从头到尾 都什么 都是商品 好像这个部落格 都不会自己出去玩 自己去吃美食 或者这种感觉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我们消费者 就不会跟我们 部落格 产生一个灵解 所以一般 我们 其实过去到现在 我还是会有一个 这样的习惯就是 我还是会自己去消费 自己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我自己去过 我自己的开箱 这是没有任何的商业 纯粹是我个人的喜好 想吃什么 或者觉得这个东西 好吃 我自己去拍拔了 才到了也怎么办 就没有起来 所以说 当我们自己吃的东西 你就可以很真实去呈现 那你接妖狗的这个东西 通常我们也会跟店家讲 好吃的我就行 不好吃的我就不会行 我想应该没有多少 在台湾的部落格 90%应该都不敢跟业主这样说 因为你收了钱 甚至你为了借这个案子 你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老板你这一道菜不行 你可能要怎么调整 我想他不能过落格 不太敢 不太敢这样说 因为就是为了钱 所以你不会得罪你的业主 可是通常我们会建议 在接案之前 就跟业主先讲 OK 我对你的产品有兴趣 但是我可能还是要吃到后 我来决定 要不要写这篇文章 那如果你觉得 你有水质关系 餐费多少 我给你 你这餐可能是500 可能不到的钱 或者几十块 几百块 然后你却为了赚这一点点钱 然后去砸了你自己一个品牌 像我偶尔都会推一下我的窗口说 你的公司 你的餐厅都没有我的品牌酒 我的部落格经营了十年 你开业还不到一年 你觉得谁的品牌价值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思考 我不是为了赚你这个钱 我是要分享好的东西 你的东西不好 真的我帮你写了 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你会倒的更快 一个如果是你后来改他的口味 那你的东西就好吃 好吃 那你的生意就会上来 所以有时候不是硬写 很难吃的东西就写成好的 对业者未必会是好事 因为他真的去广告出去了 消费者看到了 很多人慕名而去了 吃完之后 也够难吃 然后Google上面就会产生负品 所以对消费者而言 对店家而言 找我们的花钱 只是增加自己的死亡速度 越来越快 所以有时候 对业者而言 我们直接告诉他 你的东西好不好 或是你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如果你改完了 还愿意找我 我再来帮你分享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角度 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 有时候是协助业者 去帮他做得更好 他真的有问题 就比方在提醒他 看你要不要早点改行 不要做这一行 或是换个厨师 或是改变一下口味 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所谓的厨师 也不是专业的 可是我们应该是属于比较大众口味的 让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 简易他们去思考 但是就你的立场来讲 如果你觉得5%以上都不OK 那还是不要先遮盖 老板你多少钱给你 好 这个是确保你自己的品牌 有机会培养铁粉 所以我觉得在走这条路上 我想我应该走了七八年以上 我还是认真经营七八年以上的 那还活到现在的话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做的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各位没有遇过一些外国的部落客 像日本人或是美国人 这种在台湾的 有在接YouTuber的或是部落客的人 他们都会讲一句话 而可以既然为我兴趣 但是我要先试吃好不好吃 好吃我再行 这些外国的部落客 都会跟你讲这句话 所以有时候我在发案的时候 OK啊 这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事情 在台湾的部落客 或是台湾的业主 其实 大部分都不太敢这样讲 但是我知道 但我也遇过一些店家 他也很大声 你来吃 我也给你倒费 如果你觉得不好吃 不用写 不用给我钱 没关系 所以我也遇过一些这样 比较 我叫什么 阿沙迪的业主 因为他也知道 找我们来是叫我们笑 那如果不好是叫我们写 对他也没有帮助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在接案 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不是搞费的问题 不是无仇 不是免费 或是他很有价值 而是你要去思考说 今天我接的这个案子 对你的品牌是加分还是扣分 还是你只是不想花钱要接案 如果你只是不想花钱要接案 那你就不用去思考 你这条路可以走多远 因为你应该很短就会收工 或是你偶尔加减 骗一下那些不懂的业主 因为毕竟你的经营方式 跟初衷 其实不是消费者要的东西 那当然现在的业主也蛮有趣的 那无仇 500 300 那 就 有部落客他就好 他也不会去思考说 你这个部落客 你的文章都是 百分百业配呢 所以因为都是业配业 不用写邀稿合作 消费者也很聪明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种 邀稿文件页说 诶 不得著名邀稿采访 或是互惠这种字眼 可是 我说实在 你自己花钱 你会写这么多东西吗 店家没有告诉你 你会知道这么多讯息吗 不可能 店家没有带你去厨房 你会拍到那个 天然熬煮的汤头 也不会有 那你下面不写邀稿 业配合作 人家就不知道吗 不可能 一般消费者没有可能 走到厨房里面去 去拍他的那个 大股熬煮的汤头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各位 如果你遇到这种业主说 诶 不可以写邀稿 你就跟他讲 老板 是你笨 还是消费者笨 你有看过有部落客 写的露露的人 之后 然后不写邀名邀稿 你不如跟消费者讲 这个是邀稿 但是都是我真的觉得好 我才会愿意接下来分享给你 这是在建立你自己的品牌 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你同一业主的要求 所以你不写邀稿这件事情 实际上他就是邀稿 那你刚好时间跟消费讲 那你跟消费讲 对啊 我们邀稿 千万人都会写 所以消费你就知道说 哦 这个就是邀稿 那你自己去加减分数 但是我能 我会写的 他就是一定是在水冷之上 那 在吃的这件事情上 我也会先想 各位 你可能要去 呃 呃 把你自己的口味 这件事情 先说明一下 如果你是重口味 重咸 重甜 哦 这种东西 那你可能在 吃美食 事情要先告诉你 我的口味 是比较重咸 重甜 那这件事比较清淡 对我会觉得 他有点担忧 是重口味 那没关系 或者你重口味 旁边开始有些调味 罐子可以自己去加 或者你喜欢清淡椅子 那我觉得这间餐厅 可能就会很适合你 所以一般我们在写 旅游文 或是美食文 我们会 把自己的一个标准 带进来 再告诉大家 因为我是重咸 重甜 所以这个东西 在我的标准来看一下 是不够咸 或是偏清淡 那你 吃过一次 或是你觉得 你本来就是吃清淡的 那你就会知道 这个可能比较适合 消费者 就不会因为你说 你说这个很好 是结果一改什么的 淡的跟什么一样 好像没有加盐加糖 那是因为 你在写文的时候 没有跟消费者说明 你自己的口味 所以消费者就会说 他就用他的思考 去带入他的论质 所以这就会产生 布洛克跟网友粉丝的一个落差 所以一般其实我们会习惯性 在文章讲到吃了 就会告诉他 这个点 这个餐 是怎么样 咸甜淡 如果去景点 我们就告诉他们说 这个点是王美景点 对 只有拍照公 之类的 拍完就很无聊了 只有王美 或是说这个点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很值得去好好探索 然后你可以去看看历史 或是背景 通常我们在讲旅游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不同的内容 邀稿的东西 它会有不同的定位跟需求 所以 你怎么叫一个好的部落客 我的定义 因为我带过行销 我也是业务 我也是部落客 我也是在发稿 也在邀稿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部落客 是 他要取得消费者 跟店家的沟通这个桥梁 我们的任务是桥梁 有时候厂商他不一定懂 职客要什么 然后职客 或是消费者就会说 你们这个店都不懂 我们要什么的 这个状况 当你上位的部落客 你可能吃多了 用多了 玩多了 其实你大概就知道 消费者要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你可以去回馈你这些店家 因为 有些店家是厨师 他不是行销的 他不懂 吃的人他真的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可能是要画面、浮夸、网美店的概念之类的 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蛮像是一个行销 其实通常会做到自媒体 大概也具备一些基本的行销 摄影 然后公关、生道、成交的一些基本能力 所以你不要 不要再去说 噢 那个业者给我怎样 你又怎样 我就照实呈现 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今天你是要保留收钱的 那你今天既然收了钱 你就有义务 让这个商品 或是让这个业者 因此而获利 或是得到一个好的 好的一篇文章 或是一个宣传的文章 我的文章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不行 我就是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写 我觉得好就好 我觉得不好就不好 我不管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只用我的概念来看这件事情 那你就比较适合自己花钱 来写部落客这个文 像有一些部落客 他就是 我就是不接业配 无仇 我都不要 我觉得好是我就写 我觉得不好是我就干掉 这种人也有 那个不缺钱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业配这件事情 那你的假设当然是 双方都要达到一个好 那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在做 布洛克这件事情 我也给大家一个 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是 我们的想法是 结合 业者跟消费者要的东西 用你的方式来呈现 但我们还是忠于原问 就是好吃的我写 不好吃的我就跟业者讲 好吃的我就觉得他好 他应该让消费者知道 这么好吃东西 不能只有我吃到 我要推荐给你们 我想这个是身为一个部落客 最初中等的一个点 就是 我分享好的事物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部落客 大部分都是写好的 比较少写不好的 为什么 不好的东西你干嘛写一句 你去写些不好的东西 你就越写越气氛 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 你干嘛让自己的情绪 不必是一直处在一个负面的状态 那如果我去分享一个好的东西 叶子的东西好吃 我分享好的餐厅 消费者吃到好的东西 大家都开心啊 叶子赚到钱 你分享大家都认同你 大家都满意 消费者吃得也开心 这不是一个都很好的结果吗 所以我觉得在作为一个 我们叫自媒体嘛 或是部落客 我觉得我们是属于一个 正能量的散发 而不是去做一个 负能量的散发 好我想 正能量散发这些 会对社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阵向 那负能量不断的累积 其实你大家就看 神能那就可能啊 就是让人家好像越来越悲观 我觉得这个 就不是我觉得 一个公众人物 或是一个自媒体 它应该 占有的角色 毕竟我们不是那种八卦的周刊 那新三色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剩下了很多事情 我是波洛克 跟着林多巴斯干 那 原则上呢 我有空我就来分享一些 波洛克相关的 不管你是波洛克 IG网红 或是YouTuber 我觉得其实这个逻辑 基本上是要适用 在任何一个 网络资讯的 宏人身上 那 我也不讲太久 我原则上 大概10到20分钟内 讲一个小东西就好 但不小心今天 诶 刚好 20分钟 差不多 好时间差不多 那如果各位你觉得 呃 还有些问题 或是你想要 了解说 我们的波洛克 可能是 呃 如果去写文 或是写我要注意什么 或是 呃 我们有什么样的收入 或是我们可以从哪边去找到 业者 之类的 你有哪方面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后面我就可以看看 你们的内容 或许我可以集结起来 在下一次的时候 来分享给大家 那给大家一个采讨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对 我们不叫上课 我们叫分享 因为 呃 讲上课太严肃了 我们就分享就好了 呵呵 OK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哎 关 关机 我再转回去 关关关关 这一个 对 我要停息他 呀